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眨眼,MyRadio已是十周年 今年亦有很多十周年的慶祝活動 請大家留意網頁的通告 所謂風雨生信心 過去十年風風雨雨,跌跌撞撞 但到了今時今日,MyRadio仍然屹立不倒 大家對MyRadio最實際的支持 就是通過月費支持計劃 為我們所有節目支持人打起 記得交月費 持續支持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反常誓派,合縱為息 好,回到第二節 剛才說回到第二節 就要講徵宇安 徵宇安是一個知名網友 大家未必知道是誰 不重要 不重要 他經常以自學家來自居 他跟人介紹 就是一個自學家 這是一個背景資料 他去了英國的Glasgow格拉斯哥大學 他就是讀博士 好像是讀PhD 那類別人讀哲學 總之他讀書 他那邊也有很多經歷 例如在門口貼過 香港獨立 香港建國人 給中國學生投訴 然後有兩個女生 來找他 社監的類 就說你已經撕下來了 人家覺得是一個冒犯性 然後他就罵人家 這個我支持他 那他這次呢 有些什麼其餘呢 就是說他跟一班同學 可能兩三個呢 就要去搞一個conference 要請四個講者 那我不知道他們要搞 可能他們的功課 總之他們就要在大學裏面 搞一個研討會 請了四個嘉賓 四個講者去分享 那後來呢 就有人跟他投訴 我說 喂 為什麼你四個人 都是男人 為什麼你四個講者 都是男人 為什麼沒有女人 你們是不是 那些叫什麼 性別歧視 還是叫什麼 他們有些負權 還是很多 很多技術性的字眼 我是不知道什麼 總之就是 說你 為什麼只有男人 沒有女人 那他們就 在一個辯論 在Facebook page上面 在那裡來來往往 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他的內容是怎樣 可能就是 我找不到 或者是他們四個適合 或者那類 就辯論完之後 這件事就驚動到 去了大學的管理層那裡 那他就說 最後呢 大學的管理層 出了一封 警告信 是給正宇安的朋友 不是吧 就是 我不知道警告他些什麼 類似是警告他說 你搞庭討論 為什麼全部男人 沒有女人 那樣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嚴重 是嚴重危害了這個學術自由 你剛剛說的情況 是不是 就是你也有遇到類似情況 是嗎 也有 不過那些庭討論 通常會叫人去 寫一些書 之後收了你 然後去 說 其實 那10不寫的書 是有很多事情想的 例如你寫不寫得切書 通常 叫你交了Astrap的結局 都會說 交完之後 很多時候 是你要自己按摩包 去這些庭討論 即是要飛去 不就是 比如你在香港 交完篇文你會飛過去 我不知道 精血安那些 是不是那類庭討論 還是他自己搞 但那些是academic庭討論 通常都是 會這樣 但是 我 我也 接觸那些 英國搞學術的人 都說 有時候 我清一色男人 會怕會被一話 很怕 被人批斗 會怕的 其實 歐洲的學術世界 但是 我自己找到那些學者 我自身都感覺到他很高 其實 因為 看他們對於蘇格蘭獨立公投的立場 會知道他其實很高 那些學者 或者 有些學者會 基於他那邊的社會壓力 而不會敢 說太多 其實蘇格蘭獨立 其實有些人不主張 但是 他會不會 免得說太多 怕被其他同行去排斥 其實被同行搞 很嚴重 尤其是對於 不是太高職位那些 教職員 學術界 那些 就屯米爐 其實 我也打算去英國讀書那陣 報一些研究學 或者會交一些研究的報告數 其實 都試過這些情況 譬如我交一份報告數 有時候是瘋到 他會 我交一份普普通通的報告數 收回來的意見是 我一打開 我看他改什麼 第一件事 通常他用我代表 他很好人的 會發給我 是不是很像UGL 即是梁振英幫周浩定 改一些紅色字 有 這些有 他會幫我改什麼 改Grammar 這個當然 我遇過有幾個 他好到幫我改內容 會建議我研究什麼 但是他建議我研究那些東西 就很阻礙 其實我研究的題目是什麼 其實我研究的是歷史的東西 我遞上去的 智學識士或者智學博士的研究計劃書 我的題目就是研究東南亞的前英國殖民地的蘇格工地發展 因為我是研究這件樂器的 因為我是研究這件樂器的 很簡單的 我就說從一個政治的歷史角度 或者社會歷史學的角度去分析這件樂器 在這三個東南亞殖民地的發展是怎樣的 就是他的教育應該怎樣改進 就是那些教樂器的方法 可以怎樣改善 其實我某程度上都是 甚至一些教育方法的研究 我第一份報告 他不夠廿四個小時回覆了我 就說有興趣收我 那好吧 進一步 我當然就扔報告 但我回來看來 哇 真是歪了 他叫我研究什麼呢 他可以把整個報告叫我研究後殖民 就是這件樂器在英國殖民地撤出之後的 後殖民現代 你本身好像在說是他在殖民的時候的發展 我純粹在說 因為我研究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 三個地方 其實他的共通點是前英國殖民地 前英國殖民地才有這件樂器的出現 但其實我本身不希望搞這些什麼後殖民 全球化底下的運作 他竟然叫我搞幾個左膠很喜歡搞的Terms 譬如這件樂器在後殖民 這些幾技術的Terms 後殖民 不後現代 有的情況下的時代 怎樣跟其他樂器融合呢 他還建議我怎樣搞 譬如他建議我用一些方向去想 譬如全球化 融合 我心想 其實 音樂是應該有些融合的 但我是傾向加成功的 我不是很主張跟當地的音樂融合 我也沒有打算去研究 他問我 為何不研究這些 為何不研究這些 我想我怎樣回答他 我可能不搞這些 但學術世界 你不聽老闆說 他不收你的 沒有啦 我要聽你說 那就沒有一讀 沒有一聲 我要聽你說 即是出張腦 你出不了張腦 你沒有成績 其實哪裏都是 香港都是 你不夠大 你不夠大 沒得說事 其實你會發覺 學術世界 極有的主張 是越來越壓縮的 都不要說極有 或者有少少 其實我覺得中間 你已經生存不到 不可以包容 滅你聲 剛才我講到 譬如你也講 你搞任何conference 在英國一定是要有女人的 其實我同一個proposal 同一個proposal 交到第二間院校 是很正常的 因為 我不知道其他人會否反對 但我的確是這樣做的 我的老闆都知道 一搞兩頭 交張腦就不行 但交這些 我的老闆是叫我這樣做的 那我就交到另外一間學院 其實音樂世界很出名 那間王家 王家開頭 大家猜猜 要interview 我做了skype interview 那次真的痛苦 他問我 他問幾件事 研究方法學 這件事一定會問 作為一個 即是說多久 對 因為你是報紙或博士 他一定會問 另外問的事情 就是 他在質疑我研究的地方 他問 為什麼研究東南華 為什麼不研究日本 日本有的 但是為什麼你不研究 就是英國殖民地 他說 你不在乎那些事情 他另外一時又問 為什麼馬來西亞 你只是研究 某種群體的人 其實馬來西亞玩風 那些信石黑教 因為以前英國殖民地 那時候 駐守馬來西亞 那時候有些 石黑軍團 石黑教的軍團 所以現在馬來西亞 正在玩風 那些人 主要是石黑教徒 那他問 為什麼 你研究石黑教徒 其實我立刻 在那裡 我心想 怎麼回答你 你又不熟 在那裡 他作為一個英國人 連英國 以前駐兵 在東南亞的 歷史的概念 都沒有 那一刻 其實 那個人是讀社會學的 他想追我 我立刻感覺到 他想追我什麼 因為我 我提案是寫那些 社會歷史學的東西 但是他不覺得 一件事的發展 要跟 要 扔著歷史去說 他不覺得 他不買這套 他買那些 是社會結構的 後現代的 一句都說了 後現代的人 太過學術 就不說得多 嗯 其實 我對著這些人 我就浪費 我不會想 應他那麼多 其實都是一些左膠 對 那時候我是很賤的 我用一個 我用一個方法 令他收線 我扔Skype信 信號不好 即是你先切他 他說 那不如今天結束 就結束了 那這樣就結束了 誰知道 他發聲音 又去追問 追問 我打了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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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千字的報告 我回答他 他追問了七條題目 我打了一封 成千字報告 我打了一封 我打了一封 歐洲的學術世界 我覺得 有一個風氣 就是 給一個 規則 包圍著 而那些學者 會 跟 不然 他沒有飯 散開 不如出資料 最近 有一宗新聞 就說 有兩個人 寫了一篇文 交了一篇文 那篇文 他就說 怎樣去審批 即是 奇刊 學術奇刊 要交一些文 他會登出來 你不是交 他一定會登 報紙投稿 你投了 他有決定權 審查 會審查出哪一篇 出不出哪一篇 還是怎樣 他就說這一篇 我們的 journal 就是 這個期刊的質數 就很高 會交給很多的 不同範疇的 一些學者 大家一起去審批 包括政治 政治學 地理學 社會科學 傳訊學 可能歷史 不知道有沒有 很多範疇 那叫做 Peer Review 我不是這樣 Peer Review 通常是 譬如 那份 journal 譬如 叫 音樂歷史學 才算 譬如 我寫一篇文 關於音樂歷史 我遞過去 所謂 什麼叫Peer Review 就是 會找一些 都是研究音樂歷史的人 跟你 看看這篇文 是否對 吹嘴 有沒有質素 這些叫Peer Review 對 他就說 有這些範疇的人 就會跟你做 這個Peer Review 他交了他 過了這個 很高質素 他自己強調是高質素的 Peer Review 過了那張 自己高質素 他就過了 那一出完這篇文之後 那兩個人就說 哈哈 其實我玩東西 那篇文是我 亂寫出來的 那篇文說什麼 那篇文就是 因為 我也不知道 他用了很多 後現代的字眼 很多學術 技術性的東西 我完全不知道 他講什麼 很爆 很爆 他大概就是 講一個男性的性器官 就是Penis 賓州 就是一個 叫做社會建構 我不知道什麼 賓州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一件事 我們就不能夠用一個性器官 或者生殖器官來看這件事 什麼 conceptual penis as a social construct 是 我們不知道什麼 看完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麼 大概的意思就是 這個賓州 大家不能夠用回 從一個生理的角度去看它 這個只是一個社會建構出來的 一個概念 社會富裕的概念 然後就用來打壓一些女性 或者所有人 或者一些性別上的弱勢的社群 性別定型 那類的東西 就是說 賓州是代表一個 叫做 代表力量 代表一個很男性主義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賓州 代表你沒有力量 那你就廢了 這些有賓州的人 也能夠影響社會很多政策 譬如這個氣候的變化 就是因為賓州這個概念 導致全球暖化 這個氣候變化越來越嚴重 就會上升兩度 這個臨界點 講得好像很厲害 就是很後現代的詞語 明亂吹 明亂吹 然後那兩位就說 其實這篇文是亂吹的 不就是這篇文發出之後 他出了一個 聲明 類似 事後的獨白 說其實我是亂吹的 我就是故意用了很多 後現代 左膠 或者一些 不知道什麼的 就是他們經常用那些字眼 都塞進去 就很政治正確的 就很左膠 但是裡面完全沒有邏輯可言 你看完之後 就不知道說什麼 但是就能夠過到哪一篇評論 我剛剛看完都不知道說什麼 心想 因為我是讀社會科學 我看完你說什麼 就是得個催 他現在 他從這個整固 當然有一篇文章 就馬上被人 取消了 你說到明明是玩東西 你玩我 我就很生氣 他就是想證明 現在這個學術界 有一個風氣 或者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只要你的東西 是很政治正確 很左膠 講一大堆很後現代的東西 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好像很厲害 我看不明白你說什麼 但是你用了一大堆 政治正確的詞彙 很左翼的一些思想 全部都放進去 就很棒了 就會覺得你很厲害 就是我undergrad讀書 當時做功課都要看一張 看了很辛苦 那張到寫了一些英文 他寫得很漂亮 用很多詞語 但是為用而用 其實不知道說什麼 其實 很多時候這些情況 他圍著著象牙塔 變成自己寫 寫完 其實他會為象牙塔的人 為自己服務 他不會期望外面的人 看得懂 但最大的問題是 你要政治正確 一定要政治正確 因為其實 Peer Review Journal 這些這樣的同齊評審的學術期刊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譬如我寫完資訊 要決定交去哪裡 我要看看這張錠裡面 那些导致的导致,导致的导致,我批准是什麽立场 有时候投去政治学期间,有些人会夸张到考虑这些东西 或者我和导致的导致的人是否有朋友 为什麽这些吹水文出现,其实学实世界有很多 甚至科学文的文章,也可能有很多结果是错的 那些科学期刊的科学结果是错的 为什麽这些情况出现呢? 因为我写完一篇文章,我投稿了,我执完投稿 投稿就会写一篇文章,填一些资料 现在有些文章会可以提名一个评论 因为以前的做法是你和奇康出版公司说 我不想谁做你的评论 因为怕找了你受加 你可以说明你不想找谁 但现在有些奇康的做法是你想找谁 你可以说这个很有趣 就是带人来评论 当然,那个人不可以跟你有太大的关系 譬如和一间院校是不行的 或者我碰这个项目是不行的 通常评论如何做呢? 我会把作者的名字拆掉 因为有些行头扎的人会知道谁 行头扎的人会知道谁 行头扎的人会知道谁 行头扎的人会比较好 你递上去其实有时候很容易猜 或者有些人很蠢 修改完没有,除了那些资料 就好像周浩丁那件事 又会知道哪间院下哪个人 其实很容易知道的 很多时候的学者图一些奇康 会为了提高 能够出到片文的机会率 他会调整的东西很符合 那个所谓的政治立场 就是对于奇康的出版人来说 的政治正确 其实这个风气很差 你导致其他立场 其他国 我其他学术立场的东西 没办法在里面 那现在在这个学术界里 是不是右翼其实是玩完了 或者是毫无蜡烛之地 譬如你 我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譬如有一篇码是他研究 阿琛的政治理论 他出来的结果就是 阿琛的那一套政治治学 其实是很棒的 这些是一定出不了的 因为我都不是研究那一篇 但是我会 我都会 感觉到 这期说这些 学术的 文或者 研究少了 难 即是一向都少 是一向都少 现在更加难 其实香港也是 香港的学术界 基本上都是叫做 左胶 或者是很左翼 是做主导的 或者如果 social policy 来说 香港 会找到一些 很多 接近政府立场的东西 譬如 人名 自由放任 经济 看这些 小政府 大市场 以前 会比较多 学者 说这些 这几年都少了 或者 以前 有一批 主张 这些学者 封了筆 其实 其实比较难找 现在会找得多的是 那些 讲 左胶 后现代 多的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西方世界很大的问题 我 不止 任何地方都是 任何地方都是 即是香港都是 香港都是 我读书的地方 有很多 左胶老师 其实去年 你去 只要你搞篇文 其实不是他的立场 你的篇文 基本上是出不了 或者你的老闆 是不接受 那你会没有老闆 那是很大事的 其实 在香港 我觉得更大程度上 那些老闆 会用 那些左胶说的东西 是很文大 很美好的 会用来包装自己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老闆 对人 对下属 就不是说 即是左胶的性格 都出了 左胶口感就不好了 做就 一套 这些学者也是 说一套做一套 这些学者也是 去年你去六四论坛 哦六四 是的 我读书那边 有个 助理教授 叫姓蕭 不开名 去年我去中大 六四论坛 请了很多嘉宾 有陶杰 有陶杰 方志恒 Gekla Webom 那些 他 出了一篇文 为什么要请陶杰 还要收钱 你怎么搞错 出钱来请陶杰 出钱请陶杰 当时中大学生会 的圆得志 亲自来投诉信 去姓蕭的在理教授的学系里 投诉 为什么呢 投诉什么 投诉去屈学生会给钱 请陶杰 因为他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靠屈 因为这个老师 因为陶杰一定不是阻交的派 他是右的派 他经常笑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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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台上笑左交 Eda老师一定是真陶杰 真到入骨 这个姓蕭的助理教授 作为中大的旧身 他就出文插 本土装 为什么要请陶杰 然后还要用一些 因为他找不到语入 他请就请 他找不到一些 什么大的理据去骂他 为什么要请陶杰 他就说 你搞六四论坛 都要用钱来请他 但其实没有证据 事实也不是 因为后来就是学生会 成清了 陶杰自己也成清了 根本没有给钱陶杰 也没有收钱 陶杰自己也成清了 他用左交的practice 就是收了一些钱为威慰 就是刚才第一节讲 学生组织会收钱为威慰 我怀疑他们以前这样做 我直接怀疑 他就将他们以前那套practice 套在现在的资本土装上 说他们收钱为威慰 请奴妓 但没有这件事 他生了白状 因为技术 学联也有很多财政问题 当然不说 以前搞退联那些 袁德志投诉 结果没有事发生 这个左交老师 这个左交老师 在这个学系 他应该还明确知声 其实 这么厉害 明确知声 出文机器 香港很多这些 香港的大学 或者欧洲的学生世界 很喜欢出文机器 现在香港也是 因为他是出文机器 所以其实 香港就是说 你一定要出一篇 A-grade的文 还是你才能有声 教授 你为了出文 或者你为了围 都要迎合那些 教授的口味 其实学术圈 一样黑暗 黑暗到 现在的情况就是 出文机器 一个月出一篇文 那你的文是什么质素 很多垃圾质素 你出到高质素的文 很容易的 你认识的文 就给了A-grade 你喜欢的 就带了些机会 其实 那个平审机制是 看看好不好人 通常两三个referer 有些就不是拿得很紧的 那些数 有些就拿得紧的 因为通常写留言 他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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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没有人 一定是这样的 改完 改完 可以不可以 收工 可以的话 就设计到 可以出街 其实 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 这些学者 其实要卖 都要生存 改变他的 可能改变学术体化 或者 做学者之前 要前设了一些 学术体化 其实学术世界化 学术自由 都不见得自由 一点都不自我 有些都不自我 有些都不自我 今晚时间差不多了 那六四 六四近了 我都被人家 插我 不知道插些什么 知识分子 插一下我 我 我也要去论坛 今年就要去两个论坛 下一个星期的节目 可能可以讲一下六四 不讲的话 我也要留在那两个论坛说 一稿两容 一稿两容 好了 今晚是这样 再见 本人 哪里 下来 就是 你 我 下来 这 内 我 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